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還有郭台銘、柯文哲 到底什麼時候坐下來喝咖啡 儘管郭董表示說下個禮拜有機會 但是侯友宜在晚上出席了後援會的時候低調的說 彼此之間是有直接溝通的管道 而他上了電視專訪時則是炮火全開 左打賴清德騙選票 又替自己的兩岸路線掛保證 絕對不會發生戰爭 更說願意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起坐下來喝白開水 謝謝在場的所有國大代表 侯友宜深深一鞠躬 感謝前國大代表們一起來相挺 不同不獨不武這都是非常正確的 希望你一定要堅持好不好 馬前總統朱立倫主席和台北市長蔣萬安 全都到場 似乎就是要證明北部還是自己主場 尤其狂拔樁的郭台銘爆料下週 三隻小豬喝咖啡 只差柯文哲的臨門一腳 面對面多多溝通吧 直接跟您聯繫上是有這個部分嗎 都有直接的廣檔 真的要貼嗎 看清楚喔 當然要團結所有人的力量啊 電視節目上專訪 對在野整合信心卻是最後一名 被問到民調老三 當不當柯P副手再度四兩分前進 要堅定自己的信心 不管民調高跟低嘛 柯市長我也認識很久 我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包括柯市長的認識的 整合成為新州難關 郝友宜沒忘記著打賴清德 又替自己的兩岸路線掛打針 我也想問那一位清德主席 能夠表示他不支持台獨嗎 他現在就配酸皮了啦 他以前講的現在又不敢講啦 當然有侯錫會都好 有人說什麼要吃晚餐啦 我覺得什麼都好 喝杯開水大家可以溝通 如果勝選兩岸就不會打仗 我保證我在這裡保證 定調藍綠相爭等於和平與戰爭抉擇 但勝選方程式還缺顆鍋一加一 民調數字遊戲老三很難變第一 接著我們想黃偉才台獨到